是孟生还是野和呢 作为中华文化符号是代表的孔子 其出生一直是千古之谜 千百年来 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少 典籍也留下了一些记载 比如孔子家宇 缺礼记 十一记和史记 都保留了一些关于孔子出生的资料 这些资料总体而言可分三类 一是美化粉饰之词 二是神话了的传说 三是大体可信 但语言不详 但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线索 是我们破解孔子出生之谜的主要依据 关于孔子的出生情况 现在的史书多是一笔带过 模糊不清 记载的最为详细的是《涉嫌》 王素伪造的孔子家宇 该书不仅详细记载了孔子的 父亲书良哥的家室 还对他如何向严氏求婚 如何与严征在结合 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这显然属于美化粉饰之词 据孔子家余宰 书良哥本为宋国贵族孔富家的后代 只因妻子长得太美丽了 被宋国权臣太宰华都看上 发动政变将孔富家和宋商工杀死 强娶其妻 孔富家的儿子穆金富 为躲避华都家族的迫害 带领全家逃亡到鲁国 所以孔子才成为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书良哥先娶失事女 只生了九个女儿 有一位小妾倒是生了个儿子 名曰孟皮 自薄泥 但是薄足 为了能有个健康的儿子 既成香火 又向严氏求婚 书良哥向严氏求婚 目标是很明确的 就是为了生个健康的儿子 婚后不久 严征在即怀孕了 由于求子心切 他还到屈父 郊外的泥丘山去祈祷 山川神灵的保佑 保佑他顺理生个男孩 果然十月之后 严征在生下了孔子 为纪念这次祈祷 就给孔子取名为丘 自仲泥 这些记载详细的可怕 伪造的痕迹比较明显 举例来说 文中说孔子的哥哥孔孟皮子伯泥 则几乎可以断定孔子自仲泥 与此有关 是排着轿的 而后文有云是为了纪念 岛于泥丘山 显系不同的资料杂揉而成 不过据出土文献和金人考证 孔子嘉宇也是自有渊源 也不能说是全由王宿伪造 即使嘉宇真的是传自先秦的旧点 也改变不了其在孔子出生问题上 美化粉饰的事实 纵览各种史料 目前关于孔子出生的情况 学术界有以下观点 第一 麒麟颂子 记载麒麟颂子传说的是十一纪 夫子未生时有灵土欲输于缺理人家 文云水晶之子 细衰舟而肃亡 这一传说很可能踩自汉代的尾书 所谓孔子是肃亡的说法 就是源自汉代 第二 祈祷而生 这种观点的神话色彩浓厚 说孔子的母亲在泥丘山和他父亲一起祈祷 感动黑龙的精灵而怀上孔子 东汉正玄 礼记谈公正义引论语撰考 趁说 书良哥与争在岛泥丘山 赶黑龙之精以生种泥 显然 这种说法非常荒谬 无非是儒学的后继者们 为了神话孔子所作的附会之词 不足为惧 第三 野和而生 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 孔子生鲁昌平香奏义 博下生书良哥 歌语言是女野和而生孔子 在诸多的记载中 比较可信的还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 歌语言是女野和而生孔子 岛于尼丘的孔子 鲁香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生而手上为鼎 故因名曰秋云 子仲尼 姓孔氏 野和一说是在野地里苟合 而唐朝人认为 野和之所以成立 是因为孔子之父书良哥年老 而母亲严征年少 故两人结合不合礼仪 第四奉生胡养英打扇 这一说流传更广 缺礼记等书都有记载 传说孔子出生时 头顶塌陷 面部有七路 眼露金 耳露轮 鼻露孔 嘴露齿 丑得不像样子 书良哥夫妇很是伤心 就把这孩子扔到了野地里 过了几天 颜威再忍不住去看 却见孔子被医 只老虎闲到了霓山脚下的 一个山洞里喂奶呢 旁边还有一只苍蝇用翅膀在为他煽凉 这就是所谓的奉生胡养英打扇的传说 今天霓山脚下的一处名为夫子洞的小山洞 据说就是当年老虎喂养孔子处 又称昆陵洞 当然 这些传说都是荒诞不惊的奇东野语 不足为信 如果孔子出生时 头上就顶了那么多光环 肯定会轰动一时 从而引起大人物的关注 而事实上孔子幼年很是艰苦 青年时期也不被人重视 以致再赴祭孙世宴 请示人的宴会时 很没面子的悲剧 第五 梦生 这与上一种说法一样出于衬尾书中 带有明显荒诞的迷信色彩 因为如果不在出生问题上故弄玄虚 使之与凡人不同 以尊其为神 孔子就不能成为圣人 他的观点主张又怎能为世人信奉呢 在这几种说法中 祈祷而生与梦生 这两种说法固然不足为信 就也和这种说法而言 究竟该如何解释 也还没有定论 但不论怎样 尽管孔子主张非礼物事 非礼物动 但是极有可能孔子自己就是个非礼的产物 从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为唯一正统的思想后 孔子成了圣人 那么圣人是个私生子 就有点滑稽 因此统治阶级就编出来另一个绅士 说孔子母亲是他父亲的另一个妻子 再后来就对孔子绅士避而不谈 从而形成一种观点 就是孔子说的 为亲者会 为尊者会 所以 在正史中很难看到关于 那些大人物不归的记载 也就出现了历史记载的缺憾 晚年 孔子的最得意弟子言回不幸早逝 得意门生子路死于魏国内乱 儿子孔礼一早逝 孔子在道不行 和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 于公元前479年 农历二月 十一日七十三岁时 七十二周岁 与世长辞